在即将出战新赛季中超联赛之前,广州恒大于近日在天河体育场,完成了一线队的全部合影。 其中四大外援塔利斯卡、宝利尼奥、温朗宁、朴朗宁、朴智珠依依亮相,而且还有维世豪、高正义、张修文、刘一鸣等新加盟的年金国奖都在列。 在全体球员合影的花质中,可以看到很多球员的脸上都是喜笑颜看,维世豪和张修文在打闹,还有塔纳瓦罗、塔利斯卡和宝利尼奥聊天很开心。 与此同时,还看到了宝利尼奥和规划球员布朗宁两人对视的画面,而从图片来看,布朗宁的身体,依次比宝利尼奥还强壮。 从上面的图片来看,布朗宁的身躯非常大,虽然宝利尼奥没有正面走动,但也可以看出,身躯没有布朗宁花。 与此同时,布朗宁作为曾在英超踢过球的球员,身体素质超级棒,这也是能够进入一线队后卫球员的必要条件。 其中,广州恒大在官宣布朗宁加盟的公告中,强调场上四肢中后卫或右后卫,出道于英超埃福顿俱乐部情绪,曾先后入选英格兰U17、U19、U20国清队,曾先后效力过英超埃福顿队。 而在技术特点和身体素质看,布朗宁的优点就是身体强壮,作风硬朗,爆发力强,防守技术全面,是后防线的多面手。 在广州恒大本土球员中,张林鹏的身体素质是最具代表的,也可以踢留后卫和中后卫,但布朗宁在这方面比张林鹏还更全面,可谓是加强版的张林鹏。 据悉,广州恒大花费3500万元人民币,就引进了布朗宁,而买本土后卫的话,不仅花费更高,而且萌利还没有布朗宁强,所以是一笔二指的影员。 新赛季也让我们一起期待这名规划球员的精彩表现吧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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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